大西文大報告 來拜年祝你 龍年如意 幸福都好利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政壇女力 尤其在台灣的政壇上 有越來越多很優秀的 女性政治人物 所以在今天呢 我們邀請來賓呢 他們要幫我們 除了解析國運之外 還有評論時事 預測這2020這一年 當然會透露從政路上的甘苦談 以及有沒有什麼秘辛 來報一報 好 我們就先為您介紹 今天的節目來賓 這是女性從政 表現非常亮眼的 台北市議員尤淑慧 哈囉 全位好 大家晚安 好 接下來這一位呢 他不是政治人物 可是他常年跑政治新聞 而且他跟政治人物都很熟 但是從來不敢說 很了解政治人物的 時事評論員陳孟昕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是之也呀 好 那另外這一位更辛苦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孕在身 所以這個我覺得對他來說 對 負擔很大的這個 從媒體跨足政界的 台北市議員鍾佩君 等一會也會加入我們行列 但是因為現在是過年嘛 那過年的話 大家一定想到說吃吃喝喝 所以今天我知道其實佩君 還有淑慧都有帶來 選區的這個伴手禮是不是 是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麼 哎唷 好漂亮喔 這個是 大家先看這個盒子就很漂亮 很喜氣嘛 那他是我想住在那個 南門市場旁邊也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是因為在迪化街 他在迪化街有分店 叫做核心膏團 就是膏餅類的東西 那他早期是上海的傳統的糕餅 上海的傳統糕餅 對 有松膏 那他不是那種 很大塊的紅豆松膏 他裡面是小小的 然後有很多種口味 你現在怎麼弄得那麼精緻 對 他就是 因為他是年禮 所以這個是魚躍榮門嘛 他就叫核心1947 因為他是1947年創辦的 好 那我把他 我把他稍微的拆開一下 因為等下答應說 這個要給鳳馨姐 當過年的糕餅 所以請容許我 還是把它拆開來一下下 沒問題 不是 我也真的很想看裡面嘛 對啊 誰不想 然後他五個都是不同的口味 等一下 這個不能現在立刻吃嗎 不行 因為他是要蒸的 他是放在冷凍要蒸的 然後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喜歡這個 五個都是不一樣的口味 所以大家蒸了以後 他有十顆裝的 所以代表他有十種口味 那通常我們買那個松膏 都是一整片 你就必須全家人 怎麼樣都要把那一片給吃 你在蒸過以後 你在冷凍再蒸 也沒那麼好吃 但他就是類似這樣 一口松膏這樣 然後不同口味 那大家就可以 蒸了以後 全家人 譬如有幾個人 然後就蒸幾個 然後大家挑自己 喜歡的口味去吃 像他這裡面 他裡面的松膏 我剛剛說了嘛 有桂花 芝麻 然後也有這個紅豆的 然後也有蔬式的 有荤的 有樹的 我們題都還沒開 就先吃再說這樣 對 剛好你來了 來得真好 你看有多厲害 我順便自己來解說一下 因為 解說解說 那個大腸麵線不是 大腸麵線很常見的東西 但是我喜歡 滷過的大腸 我也是 而且它滷過 是很爛 對 但是滷過 然後蠢蠟香吃那個 是有肉丁 它的綜合麵線 是有三種料 對 就是 而且它蚵仔好大個 有有有 這是蚵仔 你知道我都什麼時候買嗎 去二兵的時候 因為從二兵出來 它很快就到了 順路 對 對 然後 這個今天有準備攝影大哥 所以大家拍一拍之後 可以進入 它的蚵仔也滿新鮮的耶 而且我要跟你們說 因為我搞錯今天錄影時間 所以我提早送來 這製作單位已經幫大家 再加熱 有微波了 有微波了 人家會縮過一點 因為這已經不是 剛起鍋的時候 但是今天是只有我帶嗎 淑慧你是空手來的 淑慧講完了 對 那你今天還補帶了一項 對 我還加碼一點 等一下 真的空手來的人是我 而且我要都要帶走 對 沒問題好不好 那佩馨要速速 跟我們講一下 你加碼的 你們每次照我們 介紹選區的東西 我都不是很樂意 因為已經很難買了 然後再跑來介紹 不就更難買嗎 所以我的心情都很矛盾 你知道 這個是本選區的 那個伴手禮民店 你們現在是可以講店名的嗎 我們剛剛有講出來啊 對啊 那也有我都講了 它是一家賣那個 牛軋糖蘇打餅的店 我知道 中間夾的牛軋糖 它叫填滿 然後恐怖的事情是 這一盒珍貴的牛軋糖 它是限量嘛 這是今天早上 八點三十五分 去排隊排到的 然後去的時候 已經大排 排隊名店 我知道 韓國人專門愛吃這個 對 然後因為它有限量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然後因為吃牛軋糖 最害怕就咬下去 之後牙齒就在那裡排了 對 然後它是不會 就是不黏 然後蔥味很足 我朋友有幫我排過一盒這樣 你沒有看過嗎 很好吃 很珍貴 我們都是在 韓國人裡面一起排隊 我相信 韓國人非常愛 對 因為過年新的一年 一定要來求國運簽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簽詩好不好 這個是陽明山江太公道場 在蠟月十三號 請示國運簽抽出的中上簽 簡簽詩說興趣使然的 簡簽詩直言 人和在這張簽詩裡 絕對是最重要的 否則賴清德的笑呵呵 就是陪老臉賣笑這邊 好 我想先請教鳳馨姐 因為對賴清德來說 只有人和最重要嗎 不是改革嗎 我覺得這個人和 究竟是賴清德的人和 還是台灣的人和 因為如果是國運圈的話 恐怕不會只限於賴清德自己本人 恐怕也是台灣跟周遭國家的人和 或者是說跟周遭地區的人和 就對台灣來說 如果你沒有人和的話 我們所有的發展 其實都是受阻的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 我不敢講說我要去解這個錢 可是如果從人和的角度來看的話 台灣最缺的是 我們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迎來了很多的政治人物 對我們的支持 可是你要注意他都來自遙遠的地方 真正是我們周遭的 其實除了日本之外沒有人敢來的 不是嘛 而且友邦也一直斷嘛 對不對 邦交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和反而是說 台灣如果我們真心希望說 這世界上面真的都很喜歡台灣的話 至少從我們周遭開始做起吧 那兩岸就不用講了 因為當你兩岸不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想要理你 對 那你會發現說 你會發現說 即便到了南亞 即便到了這個其他的地方 他都有這個前行受阻的這個情況 那很喜歡來台灣的 都是政治人物 而且都是國會議員 對 然後把台灣當成一個政治表演舞台 同時他們很遙遠 那跟台灣之間不管是 除了美國經貿關係 確實很密切之外 大多數的國家 其實跟我們的經貿關係是有限的 然後呢 同時呢 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你要說資源台灣 沒有 他大概會來這邊蹭一個舞台 可是你說 譬如說他在台灣 然後就到處去幫台灣發言 他不代表政府 他也沒辦法發什麼言 所以人和這件事情 我先不要去講說 是不是賴清德的運 因為我也看不懂這個籤 所以對我來說是台灣的人和 好 那我請到淑慧 因為你提到笑呵呵 與其說賴清德笑呵呵 應該說賴清德 怎麼讓台灣笑呵呵 他這個嚴格來說 應該不是籤詩 是那個易經的卦 是其中一個卦 那所以也沒什麼中上籤或是什麼 對對對 他是一個卦 我覺得是這樣子 到底是賴清德自己笑呵呵 還是會讓台灣人 笑呵呵這件事情 就是領導人非常重要的責任 我們常常在講一句話 不問昌天問鬼神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因為我們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未來 或影響大局 所以我們遇到一些迷惘的時候 我們只能去求籤詩 然後希望說老天給我們一個指引 但是這一些當領導人的 其實不管籤詩怎麼樣 他都可以靠他的能力跟決定 來影響台灣的國運 所以台灣的國運不是決定 我認為不是決定在籤詩 而是決定在這一些 領導人上面他的作為 他如果想要兩岸是和平的 那台灣就努力的拼經濟的話 那你不管抽出來是什麼籤 我們的國家就會往這個方向去走 但如果說他一定要去走 一個對抗的路線 那不管你抽出來的籤再怎麼好 說台灣明年經濟會很好什麼的 我覺得也沒有用 所以賴清德今天既然當選了 我們也只能把未來四年的 身家性命既多在他身上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這幾天聽到幾個不太好的消息 我這幾天在台北市 你看台北市有很多外資會來投資 那這幾天我有一個參會 裡面就有兩個外資的朋友 他們就在聊說 本來損錢有一個幾百億的案子 要來投資台灣 那董事會什麼都評估過 但最後董事會就問了 台灣這邊的人說 你們台灣到底有沒有戰爭風險 因為那是外資 然後那個人也很老實的說 我認為風險很小 但是外資這些外國的投資者 就問一句話 你所謂的很小是零嗎 因為對他們來說就零跟一 他不要冒很小的風險 因為他們是幾百億的風險 他也都不要 對 全世界有這麼多市場 那那個台灣方的也不能說是零 他就說我不能說是零 對 我必須要很坦白的說 我只能說很小 那於是他們就達成一個共識 先Pending 等大選結果 大選結果一出路以後 就馬上決定 無限期的Pending 然後改去其他的國家去投資 所以像這種事情 你覺得到底是我們的國運 還是我們人為讓大家害怕 這個大家就可以想一想 投完票 開完票的第二 股市開盤的第二天 就開始大跌 而且外資大量提款 你知道有時候大跌是因為 產業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是 是來自於外資的大逃殺 是撤離 這幾年台灣所有的 外國資金的移入 我告訴大家 你如果去統計 七成都是投入股票的投資 不是來台灣做所謂的實業 增加就業機會的 譬如說蓋飯店或是什麼 不是 我當年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本來那個 應該是四季九劍吧 四季本來好像也打算來台灣 投資在大籍那邊 那後來2016之後 也就沒有了 像這種才叫做實業投資 因為它會稱正產生就業機會 可是股市的投資 民進黨都要把股市的投資 算在投資裡面進那不是 因為它隨時可以走 它隨時 它是來炒作資本市場的 所以我其實 每一年看到在解遷事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這些都不重要 我們的執政者 腦袋對了 其實國家就會對了 是 可是還有我們大新聞 大爆掛的節目製作人 是上大選前 有特別前往雲林北港武德宮 分別替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這三個人求籤 然後這張侯友宜的 其中侯友宜抽到第27籤 那個籤詩中的第一句 似乎亦有所指 來看到直須侯犬換金雞 因為2028年剛好是侯年 所以這個大家就想說換金雞 那這金雞指的是盧秀燕嗎 還是屬雞的侯友宜 之前其實這個部分 鳳欣姐上節目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就是姐簽你不在行 但是你有特別提到說 盧秀燕被國民黨拱上去選總統 機率是非常高的 那這部分我要請教佩軍 也就是對 先不管 這個換金雞這個金雞是誰 我要說的是 你這按生效來算侯年 那言下之意賴清德 真的有可能只做一屆 賴一屆 我剛剛嚇一跳想說 哇塞如果真的盧秀燕是屬狗的 也這個千也解得太厲害了 就看一下 沒有這次講侯年跟屬雞的兩位 但是如果從政治上的脈絡來講 之前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 就是國民黨在連續 這個三次總統大選 成績表現不理想 那也有人反映一個聲音 就是說是不是現任的首長 去選給民眾的觀感 或者是招待的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做得很周全 所以是不是提名的策略上面 要做一點調整 那如果這一件事情是成立 也是多數人的想法的話 那盧秀燕的這個 顯然他的條件正面表列又多一項 因為大家知道 他兩屆市長任期就到2026年 那到28年選總統的時候 他有實務上一年多的時間 不管你要拜訪地方 從北到南 或者是這個組織的補強 或者是這個空戰 時間上面是非常措措有餘的 所以如果從硬體的 應該從硬條件上面來看的話 他有這一項優勢 那其他這個軟實力的部分 我相信這個在座跟他見過面的人 都可以感受到 我覺得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除了台中的這個地方議員 還有這次立委的選情 操盤顧好之外 他其實在當選市長之後 他跟全台各地的幾個比較大的議會 特別是台北 然後或者是這個高雄 都會有很多的連結 然後那種連結不是說 就形式上面吃個飯 然後就過去 他讓我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其實常懷疑 他是到底是手機24小時不離身 還是他有非常多小便 如果你是有他的LINE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 就傳訊息給他 我基本上收到回訊 就是正常上班時間 不會超過30分鐘 差不多都是10分鐘 15分鐘就回 他是很具體的 比如說你反映什麼事情給他 或者是有什麼事情 是台中市需要協助 都是很快就得到回應 那他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覺得他做全台各地的 這種連結是很強的 而且他並不是假守他人去做 叫幕僚或者叫這個 其他的首長 他是自己去做對口 所以我覺得他跟 很多地方的政治人物的 連結性是很強的 那這個強度 這個養兵千日 我不敢說他平常這些交際 就為了28年要選舉 但是起碼 他的人際脈絡這件事情 是早就已經建立了 所以他跟過去幾位 可能選總統的人 狀況會不太一樣 並不是等到說 想要參選 甚至說被提名之後 我再建立跟大家的 這個交通管道 來建群組 他可能是已經現有 就已經有一個人際脈絡 然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識 那再加上他的個性 講媽媽市長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叫他媽媽市長 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女的 他有小孩 所以他就叫媽媽市長 是他很會去照料 照顧人 同場的每一個人 你跟他去吃應酬的飯 哪怕是 只是這種應酬社交的場合 他為大家這個 步菜 偵查的 那個速度 還有發自內心的那種關心 我覺得大家是感受得出來的 所以這幾點 疊加在一起 那再加上大家所熟知的 可能政治上的手腕 或者他這個執政的成績 會是他最好的資產 所以如果現在講到2028 當然大家就會講 以現在最新的24年 交出的成績單 再加上我剛剛說的 這麼長時間一段積累 那當然還會有人 在做具體的分析 比如說他的夫家的強項 然後本省跟外省之間的疊加 等等的 很多的客觀條件加起來 加總起來 看起來是一個 像到時候水到渠成的人選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下一個階段好不好 就是這個未來事件預測局 這個單元又來了 因為這個是2024一開春 我們來做一個未來預測 所以三位來賓的手版 可以準備拿起來了 預測什麼呢 預測我們都會出題 就是下列的人物或事件的未來 你可以是單字或是一句話 然後那個遊戲規則 比如說如果出題是賴清德的話 你可以寫繼續賴皮 或者是務實台獨 所以大概是這樣一個字也可以 反正你能夠說明就好 好 那我們請出題 我們直接賴清德來好不好 雖然賴清德我們剛剛提到 賴清德的部分好不好 賴清德因為我們剛剛 來賓可以寫了啦 因為賴清德雖然剛剛有 從簽釋裡面提到他一下 但是我還是變病 因為他是新總統嘛 所以這個大家覺得怎麼看呢 賴清德的未來預測 賴清德 佩君為何笑 你是要 親眼問語 但是我看有沒有寫簡答題 都可以 突然字不會寫 你要畫圖也行 突然字不會寫 你知道我們用電腦用大圖 我也會 對 賴皮台獨是鳳馨姐的 好 那一起來 然後鍾蔡君說找朋友 淑慧 先問候應 好 那我們就一個個來好了 好 淑慧 不然我們最近 2020的先問候應 我是很低調的 因為畢竟少數總統 然後也守不住 蔡英文當年的成績 本來就已經英德英德 要打下去了 而且又變成美德美德 然後所以民進黨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在他勝選之後 民進黨不是一片歌功頌德歡欣國 不是 開始居然有人 陸續出來檢討說 賴清德英德不好看 就是你怎樣 為什麼 先殺他的威風 所以賴清德為了黨內的人和 他現在就是很低調很溫和 先退出他的新潮流 那未來是不是連黨主席 都要交出來我們不知道 可是他現在就很低調 很溫和 但是以他的個性 這樣子裝不了多久的 他之後還是會走向 他在台南不敬議會的那種強硬 或是賴皮寮史不猜的那個樣子 對 所以他的台獨 他一定要會繼續走 他的去中化 他也一定會繼續走 他會強硬到底 死硬到底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害怕 就是裝個一年 然後就開始走 他自己想走的路 好 那瘋情姐 你說賴皮台獨 剛好就是他的兩個重要的理念的相結合 當他往台獨的方向走的時候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可以賴皮說自己是務實 可是等到他往台獨的方向走的時候 就當他要堅持走台獨的路 然後他就說他這個是務實 那你倒過來講的話 當他停止往台獨的方向走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說 我這件事情是為台灣好什麼 就是說他的核心思想 明明就是一個台獨 可是他就要用各式各樣的包裝 其實反映的就是那個賴皮的心態 可是這件事情對台灣是危險的 因為你要想要承襲蔡英文 他很熟知這裡面的底線 然後去衝撞底線 但不跨越底線 這是一個高難度的事情 經過了蔡英文的八年之後 他的底線其實是變得更加的縮緊了 可是賴清德他不見得熟知這些底線 然後同時他的性格當中 又有執拗的那一面 所以我覺得那個賴皮台獨 反映的就是他在執行 他內心信念的時候 常常會冒出來的兩面性 好 那佩君就直接找朋友 上交友軟體嗎 沒有 當然是黨內的朋友 大家知道他過去就是講說 他是民進黨自己給他取的 台獨金孫之外 然後很明顯就是他的 這個幕僚班子不太明確 那現在當然跟這個 蕭美琴合作之後 當然他已經講了 沿襲蔡英文的路線 顯然比較重要的國防外交 可能也會延續他的人選 公平是蔡英德在過去 黨內就是姑娘 本來就已經沒什麼朋友 現在剛剛蕭美講的沒錯 又被這個前有蔡英文 後有蕭美琴 感覺他怎麼還是二把手 他在自己的這個 新的內閣裡面 要建立自己的賴系 我覺得恐怕沒有蔡英文 這麼容易 特別是在承襲 小英的路線之後 很多的重要的首長 必須還是用他的人的情況之下 那特別是他2019年 在跟蔡英文初選的時候 當時也身上招了不少劍 得罪了不少人 那這些事情我覺得都還留下伏筆 所以再加上他現在說 表面上說退出新潮流 我是不信啊 因為新潮流那些大頭們 都還是賴清德門嘛 都還在位子上 但他形式上的脫離 那這個實質上 有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班底 會不會讓他在這個整個 成為總統府裡面 最孤單的那一個人 就是他接下來 我覺得他今年要好好找朋友 好 我們先修一下敬廣告 馬上回來 好 歡迎繼續回到 大新聞大爆掛過年嘛 所以我們都會來玩一下 這個未來事件預測局 那麼預測局 剛剛預測完這個 賴清德2024之後 來看看柯文哲 好 柯文哲請三位作答 那到底是永永老師 所謂的口中的柯吉拉 這個會越來越壯大 還是說他就是369啦 369萬票 就是他最好的時光 柯文哲 那個鳳鷹姐說嗡嗡嗡 這個是 對就是跟著柯文哲 從當台北市長開始嘛 所以 這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的 好 這絕對沒有黑他喔 但問題是要知道 嗡嗡嗡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代表意識 對 他固然很勤勞 然後好像到處採花蜜 可是你要注意 對於蜜蜂而言 哪裡有花蜜 他就到哪裡去 他有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 他沒有確定 這邊沾一點 那邊沾一點 這邊沾一點 那邊沾一點 很勤勞地看到他四處地 轉來轉去 但是他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呢 他到底會停留在哪一朵花上面 那麼他到底這朵花能夠 被他涵養出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未來 通通都沒有 這是一個嗡嗡嗡的特性 很忙碌 可是呢 我們是看不出 他在忙碌的過程當中 他能夠發展出一個 什麼樣子的世界 所以他自己形容自己是嗡嗡嗡 其實說起來也還滿正確的 因為那個嗡嗡嗡就是很勤勞 而無定性 所以2024的柯文哲 一樣繼續嗡嗡嗡 現在看起來看不出來 他能夠有個定性 定性定調 對他來講都不是一個 他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不定性不定調 你就沒有很明確的目標 所以他就只能夠繼續 東沾一點西沾一點 東沾一點西沾一點的 嗡嗡嗡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很忙碌的蜜蜂 可是看不出來 他要忙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 好那 這很像吧 很像啊 很傳神 不要說這樣 打我媽媽 但是那個周杰倫那首歌啊 就敗我回來 這個媽媽當然不是真的去打那個 柯媽媽了 就是 我覺得未來這一年 柯文哲還是會繼續維持他的那個 女人 背後一群女人的路線 因為現在看起來看出來 母姐會一直都在 母姐會一直都在啊 然後 為什麼現在姐姐妹妹都有 對 可想而知 這些這個娘子兵團 在接下來也會替 柯文哲吸收 某種程度的炮火 因為已經逐漸從立法院的 這個黃珊珊的 氣勢起來之後 大家已經在研究到底 接下來誰才是 這個民眾黨裡面 誰說了算了 那我覺得柯文哲背後的 短暫像母姐會 可是我覺得那個姐會越來越 可能媽媽會越來越多 像他媽媽的角色會越來越多 預計民進黨的這個 劍靶子大概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應該在 我預期他接下來這一年 會為他背後的 媽媽姐姐們求饒 有什麼事對著我來 不會不會 他非常喜歡有媽媽般的角色 對著他們去不要對我 但有事都對著他來 他只要扮演柯文哲 然後有事媽媽們會出來 他非常喜歡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 那那淑慧呢 淑慧剛剛 橫絲了一下 對 唉唷 消風的氣球 對 大家知道氣球 在他大的時候 很大一顆氣球 可是裡面是什麼 是空的 大家把自己膨脹的很大 對 然後大家也都會怕 為什麼 我破掉給你看 我炸掉給你看 所以大家也都不敢去碰 好啦 那現在大家都不敢碰的 情況之下 這個氣球會怎麼樣 他會慢慢的消轟 我們都不去碰可以吧 我們都不去 你好可怕喔 你好大喔 都不去碰 然後最後這顆氣球 他不會永遠維持這麼大顆 他會慢慢的消轟 慢慢的消轟 我覺得這就是這個 民眾黨跟柯主席 今年要小心的事情 剛剛佩芸講到一句話 就是民眾黨裡面 到底誰說了算 我告訴大家 這句話 全台灣 不管東南西北的 兩千三百萬人已經問了六個月了 你們民眾黨內到底誰說了算 可能連民眾黨自己都在問 請問一下我們黨內到底誰說了算 因為我們非常訝異的是 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主帥且是黨主席的柯文哲 他就跟你談判 簽了六點協議回來 全家人哭哭啼啼的 把柯文哲講得一無是處 他就是耳朵軟啦 他就是很容易相信人 他就是很容易說 好啦好啦 把我們英明神武的柯主席 搞成像一個 很容易被詐騙的孩子 然後被國民黨三個壞小孩帶去騙了 然後回來跟媽媽姐姐們哭訴說 我被蠻贏酒騙了 我根子很弱我就忍不 請問一下 如果這樣子政治還怎麼搞啊 你身為一個主帥 主要的負責人 你也這樣浩浩蕩蕩蕩的 很帥氣的去跟人家談了 那談回來以後發現不對勁 就開始全部的女人 不是哭就是罵 然後自己也在那邊 你們不放棄 阿伯就不放棄 我至今看到那一幕 我還覺得 哇靠 他真的是有去上過演員訓練班 真的 這個真的不是一般男人做得出來的 所以像這樣子 永遠人家都不知道 你們家誰說了算 那你這顆氣球總是一直在那邊膨脹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我們是關鍵的力量 不要碰我 碰我炸給你看 可以演多久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突然間ourt頂 五年 aries 一�� poster 個 新證 秋 雲 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